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每次那個主講人不再都叫我來撐場面 然後我撐場面可是我就不能亂講話 那其實我想今天大家都蠻累 在場大概有一些人昨天也有參加 從早上到下午的那個 那個公民1985 推出來那個天下圍攻 環權與民的活動 我想在場蠻多人參加 那這個活動其實 在之前有跟我們五六運動 稍微討論過 所以這次的志工 我們五六運動的志工 也不只一天了 就很早有加入這個組織 幫忙昨天的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志工也都蠻累的 那我自己是昨天九點半就到現場 我完全不知道昨天太陽會這麼大 自己完全沒有做心理準備 結果曬了一整天整個人變黑了 然後曬黑沒有什麼好拍手 因為我的工作室是跟我姐姐在一起的 我姐姐告訴我一件事情 她說她實際上知道我禮拜五 禮拜五就會突然消失 然後實際上穿一件衣服 不知道鬼鬼祟祟在幹什麼這樣 那我姐姐跟我講一件事 她說10月10號那天我又很晚回家 她說你是不是跑去總統府前面抗議那群人 我說不是啦我們是另外一群人 我講不太清楚我們到底有幾個團裡在抗議 我說我們是另外一群穿白衣服的 那我姐姐說她是個基督徒很虔誠 我姐姐是一個很好的人 她就像很多台灣很多群眾一樣 她實際上會去監獄裡面探訪 去做很多好事情去幫助別人 她滿討厭抗爭的 她滿討厭在路邊抗爭 她覺得對這個社會貢獻就應該直接做一些好事情 去看看癌症病人的末期 有什麼照顧 她說那一天他們有一群基督徒 在總統府前面為國家未來的蒼蠅在祈禱 那一群基督徒在祈禱的時候 看到有一群很討厭的大學生在旁邊一直抗爭 她問我說你是不是裡面的一個人 我就很自卑 因為我就是那個我就是那個抗爭的人之一 那昨天我本來很期待有個畫面就是說 本來想像中這個那個天下圍攻的活動 白天在禁堂路升旗之後 所有人帶到這個統統府前面 帶到這個統統府前面 大家在看書嘛 本來很想要這個畫面 後來太陽實在太大了 這個畫面大概很難得到 因為太陽那麼大底下 大家在看書可能會被曬昏喔 被曬昏 所以這個活動就沒有進行 但是有一組人在負責看書 就是我負責那一組 那時間我也沒有太有心理準備 那那個主辦大會說 你負責帶一組人看那個四哥懶獸 那我說我沒有 我心裡沒有準備四哥懶獸 你怎麼叫我帶一組人四哥懶獸呢 可是他牌子已經舉起來了 於是我就帶了大概二三十個人 負責這一組 那後來才知道崔樹欣 他負責核能的那個那一組 他說他也沒有得到通知說 他要負責講核能 他要講到核能大家很激烈 所以剛才崔樹欣跟我講說 你那組後來進行的怎麼樣 其實我非常不好意思的講說 我那組人齁 我後來帶開以後 到了那個戲劇院的那個樓上 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開始看書吧 那我很尷尬 因為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我就先介紹我帶那本書 我帶的那本書 是平瀆小姐寫的婆娑之島 講的是一個 講的是一個荷蘭 荷蘭統治台灣 那個時代的最後一任總督 葵一的故事 那另外一條線是 曾經發生在新聞上 各位報員有沒有注意到 曾經有個台灣的女間諜 去美國設誘 設誘一個國務院的美國人 最後成功了 拿到一個很重要的情報 那那個國務院的那個工作人員 就被美國聯邦調去抓到 說他是叛國罪 那統治台灣的這個 統治台灣這個 300年前的荷蘭的葵一 最後他戰爭失敗了 他輸給鄭成功以後 他插了白旗投降以後 很順利的帶一群荷蘭人 回到阿姆斯特丹 他以為他會受到非常多人 凱旋歸國的給他歡迎 因為他很和平的結束一場戰爭 所以他最後是輸掉了 沒有想到這個奎伊到了阿姆斯特丹 立刻被逮捕 那那個荷蘭政府判定他絞刑 所以這個故事 基本上是講兩個白人 完全跟台灣人 完全沒有講台灣人的故事 是講兩個白人在歷史上 都被國家認為是有那個叛國罪的 那事實上他就寫這兩個故事 那昨天我就帶這本書去看 看了一個小時以後 我發現我們在場的人都很安靜的在看書 終於有些人肚子在太餓了 就站起來說這個風吹得很涼快 可是這個場面也非常好 可是我們肚子餓了可不可以去吃飯 我說當然當然歡迎大家吃飯 所以人又走掉一些 又過了一個半小時了 我實在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負責帶這一組人嘛 我就隨手寫了一個 我們主辦單位希望的說 給十年後的台灣 我就隨手寫了一封信 我說現在大家圍起來 我來念這封信給大家聽好了 總算有點動作嘛 我就念給大家聽 我寫的給十年後的台灣 然後之後所有人在現場 我就請大家 上來講他自己看什麼書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我始終不知道是哪些人 跟我們站在一起的 我們政府實在會說 這群人上街頭的人是失敗者 他們是這個社會的失敗者 他們是挫敗者 他們是什麼什麼 就一直抹黑這群人 那事實上在歷史上 每一次有抗爭的人出來之後 政府都用這招去抹黑他們 昨天我終於知道 站在我旁邊這群人是哪些人了 他們一個個站出來講他們看的書 然後講他們的心情 我發現這群人是很少見的一群 非常覺醒的人 他這裡面也有老師 我們心目中一個老師 退休老師 應該是這個社會上一個獲利者 他應該不會關心社會的 所有抗爭活動 結果不是 那個老師是退休的 他拿了一本書在那邊講給大家聽 然後也有一個年輕人 是上來念了一段詩 是英文的詩 他說他平常在當兵的時候 就把這個詩抄在他的那個 那個帳竿的那個頂上面 那也有人是看的是 我實在有一隻蟑螂 你看我一點都不害怕 因為我念的是生物系 我曾經解剖過蟑螂 所以你們不要看我這樣子 我什麼都不怕 然後有一個 那個 一個我們的志工 他也在現場 他說他看的是 明治維新的故事 想知道 當年那個日本怎麼樣 明治維新之後 變得很強悍的 還有一個朋友 看的是一個日本作家 太宰治的小說 他說那本小說裡面 講一個 男人長得很帥 很溫柔 然後對誰都非常好 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然後最後他談戀愛了 有一天他帶他戀愛的對象 走到一個懸崖上面去 突然把那個女生推到懸崖下去 那個女生轉身 看他這個男人的時候 覺得他長那麼帥 這麼漂亮 為什麼要不推我到懸崖下去 那個動作他完全猜不到 可是已經被推下去了 他講到太宰治的小說 竟然聯想到馬英九 他說那個男人很像 我們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知道他講的是馬英九 他說他很害怕 因為馬英九的笑信息長得又帥 現在已經不太醒了 因為比較老了 以前好帥喔 好多人因為馬英九帥在投他的 那他說長得那麼漂亮 那麼帥 又那麼溫良公儉 突然推我到學校去 那種恐怖的感覺 真的更可怕 那還有朋友就講 也有朋友很誠實說 他來看的是國考的書 因為工具書他快要考試了 最近公務員開始要考試嘛 他讀的是一本國考的書 是心理學 然後還有一個香港 在新加坡工作的一個年輕人 因為我突然講到台灣的自殺率 是跟日本 韓國 新加坡 香港比起來 台灣的自殺率是最低的 我曾經遇到一個我的學生是 是個醫生 他專門研究那個重度憂鬱症 他說他曾經接待過非常多 韓國日本人跟香港人 新加坡人來台灣研究 為什麼台灣人自殺率這麼低 因為台灣人很懂得發洩 就像各位坐在這邊這樣發洩一樣 台灣人不會去選擇死亡 台灣人會發洩 台灣人比較樂觀 所以亞洲國家都來台灣研究 為什麼台灣的自殺率很低 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立刻被一個年輕人打斷 新加坡工作念書的一個年輕人 他說新加坡人非常不快樂 非常不快樂 他的薪水可能比台灣人高 新加坡人非常不快樂 他們不曉得生命是為了什麼而活 所以在現場中我發現 非常多年輕人一個個上來講 一個個上來講他看什麼書 然後講得都非常非常好 我就發現說他會花時間 今天來到這個場合參加這樣的抗爭活動的人 是我們社會非常少數覺醒的人 那這種人越來越多 而且很多人告訴我說 他在去年以前都沒有參加過這種活動 自從今年1月份開始 漸漸發現台灣社會不太一樣了 而且漸漸的參加這些活動走出來 漸漸認識了很多朋友 開始關心這個社會上的很多問題 那我就從這些朋友在那邊 很安靜的讀書 讀了一個多小時都沒有離開 最後一個個上來講 講得非常非常好 我自己個人在那邊聽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感動 那只有一個人 他讓我有點難過 就是他帶了一本書 是吳念珍的書 他說這些 有些是那些人 他說他來現場想 看看有沒有吳念珍會出現 結果吳念珍沒有出現 遇到小野 好像非常非常失望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講說你不要失望 因為我長得比吳念珍帥很多 你遇到我絕對不會失望 那後來也有一個志工 拿了我的書出來念一念 後來扳回我一個面子 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這些事情 其實很想告訴各位說 從今年一月開始 其實我們一直在奔波很多 很多抗爭 有時候非常非常累 每次累完之後 大家解散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 看到99%的人都還在享受這個 很快樂的看電影啊 等等這些活動 就問自己說 我們這樣做 到底會不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忽然想到 胡適先生講過一句話 胡適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說 一個社會 年輕人應該去談戀愛 應該去享樂 所有國家的政治 應該讓中年人去關心 那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當有一個社會非常腐敗的時候 非常非常腐敗的時候 年輕人放棄他的娛樂 年輕人放棄談戀愛 走上街頭來抗爭的時候 其實那個社會非常非常的腐敗 因為年輕人本來不應該做這些事情的 偏偏我們在2013年 2012年到2011年再往前推 關心樂生療養院開始 大概2010年大普事件 這三四年之間 都是年輕人站在最前面 都是年輕人衝在最前面 換句話說台灣社會真的來到一個 蠻腐敗的 讓年輕人都沒有辦法 好好地享受那種娛樂 好好談戀愛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群 不是年輕人也站出來 是覺得年輕人太可憐了 因為這件事情本來不應該年輕人做的 應該是我們這些人在做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一個平台 為什麼我們會堅持下去 就覺得說 年輕人是台灣未來的真的主人翁 如果要寫給台灣10年後的信 如果你現在是20歲的話 你寫給台灣10年後 你才30歲 如果你現在是30歲的話 你寫給台灣10年後 你才40歲 對我來講 如果台灣10年後 我已經70歲了 那我孫子都已經10歲了 然後我不曉得我 我對台灣還能說什麼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那個活動 然後我滿期待有一天 真的有 有1萬人2萬人 每個人帶一本書 來到中東紀念堂 我經常在看書 那個畫面可能是更美麗的 以上 謝謝大家 今天來我們這邊 因為大家一定很累了 跟我們一樣都非常累 大家還是很願意來的話 表示我們這個活動 還是很多人在關心 然後看著國際在飄揚 本來國慶日應該是很快樂的 本來國慶日應該很快樂的 想到我女兒每次國慶日都叫我大家去看煙火 沒想到去年 昨天的國慶日我們用這個方式來過 不過我還是很開心 謝謝